是 我們很喜歡呢 利用手掌跟指腹的溫度 來讓你的粉底液在臉上 能夠更均勻地推開 往上看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從臉部的中央位置 由中間慢慢地往外推開 來做到我們很希望的一個服貼的底妝 所以要讓您撐下的底妝 除了服貼完美 而且能夠達到長效脫妝的部分來說 第一個步驟其實從粉底液的挑選 就已經開始了 我今天要為各位示範的是 兩層遮瑕的方式 我們不是以為遮瑕只能上一次 為了延長整個底妝的時間的妝效跟持久度 我們今天會示範連遮瑕 都可以在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部分直接上到兩次 謝謝現在的Lasley老師 使用這EATSTAR的自律循環的遮瑕盤 其實像這個真假的盤 我在網路上還看到蠻多 那種很講究的彩妝 都可以介紹它 因為它三個顏色 也是小小一盤 好攜帶 但是你不管是什麼樣需要遮的 不管遮了 越遮越怪 所以現在呢 我們老師一邊上粉底的時候呢 一邊也跟大家介紹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呢 也有四個字的口訣 大家可以記起來 亮少一點 亮輕一點 亮薄輕上 亮少少的 特別是呢 大家都可以摸摸看我們這個指定 就是一掌 這一次的自律循環 換用粉底EX 一摸就更改變出來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海綿感受一下 一點點 輕輕上 就可以有最自然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見喔 我們就直接使用這四個字的上分明 其實大家回家也可以 一樣的方式來上這一碗 換用粉底 亮薄 直上 用非常少的亮呢 上在你的T字部位 除了亮藥很少之外 怕不怕脫妝 怕脫妝 所以你可以再加一個 加海綿反過來 再加一個垂直按壓 這上面是沒有粉的 來確保我的美麗粉末 都能夠跟我的皮膚呢 做到一個緊密貼合的動作 來延長不脫妝的效果 其實是上完粉餅的狀態 現在肌膚的質地是粉墓的 是MAT 這時候你再一次的沾取一點點 私立循環遮瑕盤 然後把它輕點在剛才上過的 遮瑕的中央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發現喔 在不同的材質 重重疊擦之後 它其實是可以延長遮瑕 不掉妝 去延長遮瑕的持久度 在一般人最害怕掉妝 不容易持久的被子 立起來 好比手上天字的額頭 鼻涼 輕輕地利用很固 往上看 眼睛下方 嘴角跟下方的位置 輕輕地壓上一點點 非常細緻的膩分 所以說 臨產的自力循環的底妝系列呢 都在幫助您 讓您的底妝能夠更扎實 時間能夠更持久